令妃一心盼着皇上来看望她和七公主 没想到李玉只带来了皇上的口谕 要把七公主交给颖妃抚养 还耻夺了她的肥胃 从此降为魏达映 魏达映伤心的嚎啕大哭 连夜冒着大雨来找太后求助 却被福家拒之门外 魏达映走投无路 正好林云彻带队 魏达映多次提出 要来楚秀宫看七公主 颖妃都断然拒绝 不想让公主再染上她的习气 纯妃交代内务府 给颖妃多一倍的奋力 对魏达映可以置之不理 何禁公主景色带着小世子庆佑 回来省心 向留在宫中常驻 皇上让她带着世子庆佑 先向如意请安 如意向景色介绍了新来的嫔妃 三宝查到 王蝉带着一个和魏达映的富贵一样的狗 而且于妃还查到 魏达映和接生的田姥姥有过接触 是王蝉带田姥姥去永寿宫见魏达映的 如意立刻下令 把王蝉抓取慎行思询问 三宝对王蝉严行拷打 他始终不肯扰认 一口咬定 自己抱的就是一只野狗 和景色公主的死毫无关系 还声称魏达映之所以找田姥姥 就是为了询问自己生产的事 如意觉得王蝉在说谎 就提议把魏达映抓取慎行思询问 皇上还提出 如果他和王蝉口供不一致 三宝可以对魏达映用刑 魏达映得知王蝉被抓 立刻向禁中求助 就在这时 庆佑抱着球正好从此处路过 魏达映看没有人跟着 脑子里顿时想出一个馊主意 魏达映让禁中 马上去找皇上为他求情 他和孙蝉躲在一边 故意把球扔进河里 三宝带人把魏达映带去慎行思 与此同时 禁中向皇上汇报了 魏达映舍命救世子的事 皇上和如意立刻去看望庆佑 景色感谢魏达映的救命之恩 皇上一一隶属了 魏达映火通田姥姥谋害公主 以及诬陷于妃的种种罪行 可景色还是苦苦为他求情 担心慎行思会对他驱打成招 魏达映被带到慎行思 看到王蝉被打的遍体鳞伤 可他拒不招任任何罪行 摩摩们奉命对他用刑 魏达映还是死不认账 景色不停地为魏达映求情 把罪责推到了魏夫人身上 皇上只好让禁中 把魏达映带回永寿宫 禁中悄悄提醒魏达映 要坚持到底绝不认罪 皇上来线魏达映 首先感谢他舍命救了庆佑 禁中和春禅趁机在一旁 为魏达映说好话 魏达映对天发誓 不是他指使富贵 害死景色 皇上信以为真 立刻下令让禁中 把王蝉放回永寿宫 就在这时 影妃来请皇上一起用善 他当面对魏达映救庆佑的事 提出质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